加拿大女子冰球隊在北京冬奧比賽中 擊敗美國隊奪得金牌 媒智輝報導 事隔4年,加拿大女子冰球隊 終於在美國手上重奪奧運金牌 雖然在今屆表現上 加拿大隊給予大家一種所向媲美的感覺 加上在分組賽的時候 加拿大曾經以4比2擊敗美國 所以令球隊更加成為眾望所歸的取勝熱門 但整個決賽的過程並非預期當中輕鬆 最後亦以一球險勝 加拿大和美國一直是世界上 女子冰球水準最高的國家 包括今屆賽內 七屆奧運當中 除了2006年之外 有六次的決賽 都是由這兩個國家爭奪金牌 加拿大女子隊最輝煌的時候 是在上世紀的80年代 1987至1997之間10年內 加拿大隊沒有輸過任何一場的國際賽 對手要在加拿大隊身上取得一個入球 也非常困難 雖然10年不敗的成績 在1988年的奧運終於被打破 但加拿大隊的成績 仍然另加其他國家之上 關於加拿大隊 女子冰球奪得金牌的過程 稍後會在體育新聞內 會有更加詳盡的報導